大家好,很久我都沒有上來和大家介紹一些新樓盤驗樓 都闊別了一些時間 這次介紹過去一些樓盤驗樓的實況 大家可以多多參考支持 第一個樓盤是在恆基的影竹 這裡我找了一個單位,兩房 翻查記錄,這個樓盤還有五十多個單位未買 想著購買的業主,在購買之前也可以參考 知道這個樓盤的質素如何 馬上去片 首先看看廳盤 這個單位的油漆很一般 一眼一刷就做得不太平滑 鏡頭看到一組廚櫃 連同洗衣機和晶盤 我們就做了排水的測試 後館方面就在晶盤的隔壁 有幾滴水就在膠圈那裡滴出來 鏡頭轉過來,大門口 下面是有一個防煙閘的 防煙閘的作用就是 萬一外面有些火災 那些煙閘就在左隔壁 外面的煙就傳入離間 現在看到有條隙子在門底 看看門口位 有一件吸水石 有些瑕疵 有些塵和裂的 這個樓盤就在市區的地方 因為市區的噪音都一般比較大 所以在這個設計外場 那時候就去考慮到這個 都會有一些雙層玻璃 除了之外 有一些窗不是設計 是用來打開的 我們這些就是維修窗 那它就 本身它有 有一個窗的構件 在這裡 當你需要打開 做一些維修 你就可以用活動手柄 來打開那隻窗 還有一點 要提醒 如果用這個手柄來打開這個窗 記住要握緊它 因為開完之後 其實這個柄可以抽出來 如果你不注意 一個不留神 就脫了手 掉了到街上 現在你看到 下面其實是一個 行人路 如果摘到人 就很麻煩 變了會 在廁所那裡 現在門口 關上門的時候 就關得不貼 這個門 跟那個框之間 就離了一條 隙間 用電筒照 就很清晰 看到 那條隙間 進來廁所 現在這個鏡櫃 後面是黏了一塊 那些飾板 但是 顏色版呢 背部 那個 電式的 物料 就脫了 但是 現在這樣的情況 是 撿不到的 要整塊換的 但是 現在前面又揹著那個櫃 所以呢 要 換這塊板 就很大工程 那這個假天花 上高呢 就 鋪設了一些喉管 那它包了一些保溫面 那我來做一些隔熱 防止它倒汗水 現在呢 就 圖中看到 那條喉 是貼著 天花的 在開這塊天花板的時候 就 跟這些 沒有溫面的摩擦 就弄爛了一條喉管 最好 就是把喉管 升高一點 讓它 跟天花板 有大概 一隻手指的距離 不過 要去 再搏一條喉管 也有一定難度 因為有部分的位置 有塊板 是遮住了 那師傅 要下手去做 就 比較辛苦 好 好 好 看 接著門邊 那塊瓷磚 就有個位置 就崩了 的 然後 在牆的掛屋 就鬆了 了 上面 這個 秋風的封口位 就正常 的 有塊紙 就 插了上去 在裡面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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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的位置 就長身的 有幾件磚 就黏得不實 正 敲上去 有空心 裡面 有些空隙 才會有些聲音 而這裡是洗澡 洗澡的時候 很容易造成 水蒸氣 那些水蒸氣 有機會 進去磚底 這裏 就造成磚 裡面的溫差 長遠 就會有剝落的風險 鏡頭看到 有磚 就爆裂了 那現在 下面的腳位 靠著肉瓶 就 這裡的角位 爆裂了 那這個單位 靠著單邊位 所以廁所可以造成窗 我們打開來檢查一下 在窗的旁邊 那 在頂頭 現在鏡頭看到了 有寒磚 竟然沒有做到 看到裡面的鷹泥 那 右邊 有些磚 黏得不太實正 有空心 有空心 走出來露台 看看有什麼要收拾 那 鏡頭看到 這個欄杆 就 好像比 平時 我們驗到的欄杆 都比較高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外面是馬路 所以 它要做 一定 高度 來阻隔 噪音 在外邊 傳入室內 腹長身 有幾件磚 黏得不失 這個位 因為 向著外牆 那 如果有剝落 是比較危險的 如果掉了一塊磚 下去 很容易就會 摘傷人 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 驗完了 我們總結一下 這個單位 騰機來說 這裏都是 他們主打 單棟樓的樓盤 單棟樓來說 過往都不錯 不過 這次 好像 我們檢查的問題 都比較多 多數在瓷磚 那裏 有些空心 黏得不緊 另外 廁所 那塊 鏡板 有垃圾 整塊瓣 都很大工程 廚房 排水 那條 喉管 有漏水 所以 整體來說 這個單位 如果分數 我會給 70分 那 接下來 其他 新樓盤 我們都會接受 一些 團購的申請 價錢來說 相對 便宜一點 快要收樓的業主 可以打來和我討論一下 可以 WhatsApp 或者 自電過來 今天 就是這樣 拜拜